DTF整卷膠膜 哈囉大家好我是真風 今天呢各位有沒有看到我手上拿的我們這種 DTF整卷膠膜 我們今天呢要幫我們 DTF整卷膠膜 來做分調的動作 那我們各位有沒有看到我們現在這台設備 是我們的優邊浮卷機 簡稱就是我們的分調機 我們要將我們的整卷膠膜 分調成四卷 那再到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 我們自動探標機上面 那我們自動探標機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做連續的探用我們的口罩 以及我們的領標 或者是我們一些鞋墊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我們怎麼操作吧 好 那我們分調機呢 基本上分成三個主要的部分 這邊呢我們有自動揪邊的功能 我們自動揪邊就可以讓我們的分調不會跑位 那再到這邊我們有一個架刀的部分 我們基本上假設我架三支刀 我們就是分成四條 那到最下方呢我們有自動收捲的部分 我們的收捲完成呢 我們可以一捲一捲到我們燙標機上做自動的燙印喔 好 那我們剛才分調完之後呢 我們要來我們的自動燙標機來做燙印囉 那我們自動燙標機有什麼優勢呢 我們可以設定一秒一個 或者是我們設定十秒它就燙三個 那我再趕快放三個上去 它就自動再壓三個喔 好 那我介紹一下 我們這邊呢有一個置具 然後上方呢是有一個模具 它是會加熱的 那這邊我們按下去它就自動燙下去 那我現在設定的溫度是130度一秒 那各位看一下我一個一個燙 壓下去它基本上燙完 我們就拔下來了 那再一次 壓下去 好 拔下來 再一次 最後一 開回去 好 基本上呢 這就是我們一個一個燙印的過程 一個一個燙印的過程 那我等一下呢設定一次燙三個給各位看 那我現在呢 基本上我將三個口罩疊在一起 我們來測試一次燙三個喔 那我壓下去 有沒有 它第一個馬上起來 我趕快抽掉 它第二個回來下去 有沒有 抽掉 好 這樣子我一次三個就完成囉 那我們呢 基本上一次放三個進去 它就會把你壓三個出來 這樣子速度是更加的快速 好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剛才用我們自動燙標機 燙用我們的口罩 基本上呢 我們如果有這台自動燙標機 我們不需要以往這樣一個一個壓 我們需要靠這台 這台的數據呢 很簡單 我們一個小時可以完成八九百片喔 一個小時八九百片 以前我們是居然都達不到的 那如果這台 我們就可以這樣自動燙印 那想要了解自動燙標機 以及我們分調機的 趕快來跟我們做聯繫喔